歡迎大家回來2011大選論壇 下一輪的提問由陸先生提出 作為家國華人,我們非常關注移民政策 現今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都覺得 技術移民到家國都變得非常困難 我就想問問兩位候選人 是甚麼可以令移民政策調整至更公平呢? 我要告訴大家,我本人都是一名移民 我要告訴大家,我本人都是一名移民 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苦處 和需要適應一個新的國家、環境的難度 我都經歷過所有家國華人擔心的事 家國華人在1860年已經在加拿大生活 已經超過160年的歷史 所以大部分家國華人已經佔據了家國生活的一部分 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大家遇到困難 而我個人經歷過的難處就是審慎個人身份方面 另外就是進入主流社會的難度 主要都是因為語言的問題 另外就有可能是我們不同的民族背景 和一般主流社會的不同 例如我們中國古老的寫字方法是由右至左、由上至下 但是西方國家是由左至右、打橫地寫 我們自然會有些不同 但是我相信我們雙方都出現了一些變化去參與大家不同的背景 保守黨會有特別針對華人的政策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除了加拿大的原住民之外 我們大家都是移民 我們的祖先或者幾代人之前都是移民 基本上整個國家的人都是移民 我覺得這樣令到加拿大才會變得更特別 大家都遇過不同的困難 包括身份的問題、歧視的問題 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 加拿大已經成為一個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國家 我自己、我們兩位作為加拿大的人都為此感到自好 其實問題是我們要知道如何好好利用這個勢頭 我們的辦公室作為國會的一份子 移民政策是目前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人都在等待移民 有很多人不能夠成功移民是因為詐騙的問題 我們需要關注詐騙的問題 知道哪些人是試圖非法進入加國 難民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同時我們需要鼓勵想以正途進入加國的人不斷嘗試 有一些移民很快就可以通過 但是也有案例是五年、六年、甚至七年才可以成功 令我非常自豪的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我辦公室的牆上面有一塊牆名為感謝之牆 是大家寄給我們的卡片、信、甚至是相片 要感謝我們幫助他們移民到加國 現時的移民過程太過複雜太久 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的資源 我們需要保證想移民的人能夠快些完成程序 和成功留在加拿大 和保證他們能夠盡快融入和回饋社會 現在申請的時間介乎五年、六年、甚至十一年 越來越少的技術移民成功移民來到加拿大 想問問兩位對於這個趨勢有什麼意見呢? 我知道各客是一位移民顧問 所以特別注意有關移民政策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保守黨政府將會需要特別關注華人的移民政策 中國是我們很大的出口市場 中國也可能會成為我們投資的重要拍檔 第三,我們也知道中國將會成為我們移民人口最大的來源 全國移民的申請當中 有百萬個案件是需要被打回 是一個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我並不清楚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保守黨主要集中 如何更好製造加拿大的下一代 以及如何盡快通過所有移民的申請 令到他們可以快點來到加拿大 向這個社會作出貢獻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就是 保守黨在過去的五年半 反而是向後退了一步 限制了某一些範疇的移民來到加拿大 這個問題也帶到我們之前所談及過的問題 就是托兒所和學前教育服務 我們知道特別是華人的社會 老一輩的家長會選擇留在家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我們有很多的例子就是三代或以上的家人都會一起住 他們這樣做主要是想令家長可以出去工作 而祖父母可以在家照顧小朋友 但是如果他們限制這些家長來到加拿大 如果那些有很小的小朋友的家長就會遇到很大的難題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什麼我們要鼓勵家長可以來到加拿大 和他們的小朋友相聚 加拿大是由不同的家庭組成 而不是個別的人士移民到加拿大就可以組成 並不是說一個人留在加拿大一輩就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都是單身的男士 你會特別希望他們可以整個家庭這樣過來 有自己的小朋友 在過去的幾個星期 不斷有人來我的辦公室告訴我 他們成功知道就是因為他們有整個家庭在加拿大 他們有自己的小朋友 他們這樣才可以為這個社會貢獻更多 如果我們限制這些家庭申請移民來到加拿大 會令問題更惡化 自由黨的主旨一直都是非常之注重移民政策 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是這樣 我們作為自由黨也感到非常之自好 如果我們非常之快速令到這些移民可以來到加拿大 但是如果我們不通過經濟刺激計劃 移民來到加拿大一樣是無可奈何 即使他們來到加拿大也不會找到工作 所以我們的前提就是必須要保持經濟復甦的計劃 所以保守黨的前提就是要保持經濟復甦 減低稅務的負擔 製造就業機會給加拿大的新移民 所以如果新移民不能夠找到工作 多好的新移民政策都沒有用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問更多的問題了 現在就暫時為止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新一輪的辯論 一定要等更多的問題 我們下來做一些好的存個